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詹姆斯、克莱弗利宣布访问福克兰群岛与阿根廷发生争端 北约证实将在科索沃部署600名英国士兵 由于格尔尼诺现象 印度的季风雨降至5年低点 珊姆、科尔因世界杯受伤错过切尔西的赛季揭幕战 澳大利亚女族超级联赛接管开始 呼吁不要再有一轮乌克兰冲突在斯洛伐克选民中引起共鸣 等等 请大家收看 詹姆斯、克莱弗利宣布访问福克兰群岛与阿根廷发生争端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表示 他将访问福克兰群岛以维护英国对其的控制权 此前与阿根廷政府发生了一次冲突 自3月以来 英国政府与阿根廷陷入了一场新的争端 当时布伊诺斯·埃利斯退出了与英国的合作协议 并呼吁两国就福克兰群岛进行对话 阿根廷称 这一声明是一次外交胜利 卡菲耶罗先生表示 布伊诺斯·埃利斯预计将在此次声明后 加深与欧盟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展开对话 北约证实将在科索沃部署600名英国士兵 英国每日电讯 北约已确认将派遣600名英国士兵驻扎在科索沃北部 原因是对该地区暴力事件和塞尔维亚军队的增兵表示担忧 此前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 无期其否认贝尔格莱德增加了靠近科索沃边境的军队数量的报道 科索沃政府声称正在从三个不同方向监视塞尔维亚军队的行动后 美国呼吁贝尔格莱德撤回军队 北约呼吁保持冷静 并敦促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娜尽快恢复对话 由于格尔尼诺现象 印度的季风雨降至五年低点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印度国家气象部门的数据 今年印度经历了自2018年以来的最低季风降雨量 8月份更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干旱的月份 季风对印度经济至关重要 因为它提供了该国近70%的农作物灌溉和水库补给所需的降雨量 夏季降雨量的不足可能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和整体食品通胀 以及对大米 小麦和糖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实施潜在的限制 季风雨的不规律分布已经促使印度对大米和洋葱出口实施限制 并允许免税进口脉冲 预计该国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正常的降雨量 但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仍然高于正常水平 山姆 科尔因世界杯受伤错过切尔西的赛季节目战 澳大利亚女足超级联赛接管开始 澳洲 ABC 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已经开始 对于澳大利亚球员来说 结果参差不齐 联赛中最大的名字萨姆·科尔因商无法出场 但他的替补米亚 费舍尔在首秀中攻入一球 帮助切尔西以2比1获胜 然而 阿森纳的澳大利亚球员 包括斯蒂芬 卡特利 凯特林 福德和凯拉 库尼 克罗斯 遭遇了1-0的输给利物浦 门将麦肯奇 阿诺德为西汉姆铺出了一些出色的铺就 但他们仍然以2比0输给了曼城 其他澳大利亚球员 包括查理 卢尔 克莱尔 惠勒和科特尼 内文 参与了他们所在球队的胜利 呼吁不要再有一轮乌克兰冲突 在斯洛伐克选民中引起共鸣 澳洲 ABC 斯洛伐克 SNERSSD党的亲俄罗斯 和反自由主义领导人罗伯特 飞科将开始联合谈判 组建一个可能反对欧盟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政府 飞科在斯洛伐克的竞选口号 不一枪一弹在该国引起共鸣 因为许多人对俄罗斯的观点持同情态度 即西方想要消灭俄罗斯 飞科计划优先重新启动 与匈牙利的边境管控 预计斯洛伐克的PS党 该党在绿色政策和人权问题上 持自由主义立场 将反对飞科的胜利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新闻 首先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 克莱弗利宣布将访问福克兰群岛 这引发了与阿根廷之间的争端 这场争端始于三月份 当时布伊诺斯艾利斯 退出了与英国的合作协议 并呼吁两国就福克兰群岛进行对话 这次克莱弗利的访问 被英国市委维护对福克兰群岛控制权的行动 我们可以预见 这将导致更多的外交角力和政治对峙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北约将在科索沃部署600名英国士兵 北约对科索沃地区的暴力事件和塞尔维亚军队的增兵表示担忧 塞尔维亚政府否认增加军队数量的报道 但科索沃政府声称正在监视塞尔维亚军队的行动 北约呼吁保持冷静并敦促双方恢复对话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季风雨问题 今年印度经历了近百年以来最低的季风降雨量 这对印度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季风雨对印度的农业和灌溉至关重要 但今年的不足可能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和整体食品通胀 印度已经对一些农产品的出口实施了限制 并允许进口一些必需品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有正常的降雨量 但仍需要密切关注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女子超级联赛的情况 萨姆·科尔因受伤错过了切尔西的揭幕战 但她的替补米亚费舍尔在首秀中攻入一球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其他澳大利亚球员在联赛中表现参差不齐 这一消息再次凸显了女子足球 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影响力 总结来说 这次的新闻涉及到了外交争端 地缘政治 气候变化和体育等多个领域 这些事件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关注世界事物的发展 并做出明智的判断 我们期待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请问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